這輛車幾乎泡在水裡 只剩車頂還露出水面 還有駕駛受困車內只能等待救援 雲氣的颱風雖然已經在週二晚上減弱為熱帶低壓 不過雲氣掃過還是為南韓帶來災情 除了影響交通 南韓職棒 樂天和奇亞在廣州的比賽 也是達到第五局 因為現場雷電交加 只能緊急喊咖 只是沒想到雲雀帶來的風雨 竟然無法讓熱到不行的南韓降溫 週二晚上十點 風雨中的季州 氣溫竟然高達攝氏二十九度 因為颱風沒有帶來降溫效果 雲洋南韓在週二下午五點的用電量 還打破史上新高 因為不少還在放暑假的學生 不是躲在家裡吹冷氣 就是跑到電影院或KTV 尋求涼快的空間 因為電影院也很快的空間 在室內 最喜歡的方法 所以我最喜歡的避免方法 南韓氣相亭表示 今年夏天的熱浪 恐怕會持續到八月底 不過因為雲雀帶來的雲系人在 週二也發佈大雨警報 預估降雨量將超過一百毫米 TVBS新聞 正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